楊四發文說就是那個祖國統一不可等 那其實台灣很多藝人就是紛紛表態 那是不是對賴清德不放心 我倒覺得是這樣啦 本來自由創作是一個藝術的一個靈魂 沒有沒有自由的靈魂他很難卻有藝術的創作 所以理論上應該是政治減少去干預藝術的表演 所以我是這樣啦我覺得 中國方面北京政府方面的一些作為 對於兩岸的這種善意的交流沒有好處 所以我倒覺得這樣其實就回歸正常嘛 正常的交流有善意的交流慢慢堆疊 那如果每天你那個飛機啊船在旁邊繞來繞去 然後又有一種如果人家覺得你在脅迫台灣的藝人表態 這個對兩岸的交流都沒有好處 這個賴清德總統上任職員說之後啊 大概大陸不只是軍營 然後還有在央視的發文說說 主播統一是不可打 然後很多台灣藝人也轉接 包括那個五月天也在講說來到中國也不要吃我們中國的 北京的烤鴨 那現場對這個有什麼好 那我想我剛剛從大皮酸菜節那邊過來齁 我們雲林的酸菜鴨絕對不亞於北京烤鴨 其實大家可以來品嘗我們大皮的酸菜鴨 那我想期待和平應該是我們全民大家的共識 然後我們要避免戰爭 我們希望和平讓我們的鄉親能夠安居樂業 應該是所有民眾的一個期待 那個五月天在北京的演唱會 哪有時候中國有什麼好處 那我想五月天之前 在中國也有這個被 被說這個所謂的這個假唱的這個事件 那我個人的看法是覺得說這一連串的事件 這個我們還是要呼籲中國應該要尊重表演的自由 還有言論的自由 能夠給這個這個演藝團體或個人 更多表演的空間 而不是用這種逼這個藝人或演唱團體表態 表忠的這種方式 這個只是會讓人家覺得更厭惡 那我們也應該要尊重演藝人員他們表演的自由 給予他們更大的一個空間 會影響他們來高雄開演唱會 我想這個當然我們都歡迎所有的團體到我們高雄來開演唱會 但是我再三強調的重點是說 這種用中國我們呼籲中國停止用這種政治的壓力 強迫藝人做表態的行為 這個是要譴責的 大陸軍演在今天跟明天這兩天會關於一項雙神論 站在人民的立場我們絕不接受在生活周遭有任何的軍演 所以我在這裡也要嚴正的呼籲對岸務必克制 同樣維持區域和平穩定反融式人民深切的期待 也要在此呼籲民進黨中央政府 應該要持續維持區域的和平穩定 以此為念 而且不要藝術形態掛帥 遵守中華民國憲法以及兩岸人民關係條理 以此來處理兩岸關係 首先市長 今天早上中共有宣布要在台灣周邊展開聯合軍演 那對於這樣的訊息 您有什麼樣的看法 報告議員 兩岸和平是兩岸人民共同的心聲 有賴兩岸領導人的智慧和善意 以牙還牙 以暴制暴 引發戰爭的風險 不應該也是不治的 謝謝 哦 軍演的部分哦我想 主要是針對賴清德總統在520的演說部分 那中共認為 所謂財道紅線 因為一般來講要實施這麼大規模的軍演 通常兩岸的默契在72小時之前會預先的來通知 可是這次卻沒有 代表這個默契已經被完全打破了 那為什麼中共對於賴清德總統 他的520談話會有這麼大的不滿 其實主要是在這句話 過去蔡英文總統他講的是兩岸互不隸屬 他還是以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裡面的內容去做論述 但是賴清德總統他顯然真的是一個務實的台獨工作者 所以他所說的是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 這等於是一個新的兩國論也不符合中華民國的憲法 那當我們不符合中華民國的憲法 而且採取新兩國論的時候就會讓兩岸的情勢變得更加的危險 所以一方面我們也要鼓勵我們的國軍弟兄 在今天他們一定是非常辛苦的 守護中華民國的主權也是一定要的 但是是誰把兩岸之間帶到這麼危險的境地的 我想賴清德賴總統則無旁貸 因為賴清德在兩岸的這邊相較於前任都使用對岸來稱呼中國大陸 但他的立場是不是比較堅定 他只是用中國 而且他也提到說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個互不隸屬 也希望中國正視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 其實我們也在觀察 到底 到底 中美雙方會怎麼反應 台灣是一個存在的事實 這我們都曉得 但是 這個存在的事實 要怎麼讓 讓他走下去 這一次我們要思考 當然這樣 我們自己的政策主張是說 台灣自主兩岸和平 當然有人說你台灣自主的定義是什麼 我倒覺得台灣自主的定義就是說 我們要維持目前現有的 民主自由的政治體制和生活方式 這是我們的底線 那在這個底線之下 要怎麼運作 可以討論 那 那 做為總統 那當然有 對兩岸外交國王是總統的權責 今天賴總統的一些演講稿 我相信有一些部分大家都還在觀察 所以現在沒有辦法一下子回答你的話 就是說 當然他沒有必要 他也沒有必要說他要 講的話跟以前的人講的都一樣 但是一樣嘛 當他提出這個新的說法的時候 我希望他是有準備的 市長是今天沒有參加520就職典禮 那有送花到政府 那這16個字有沒有什麼 市長相反 那對於今天總統 就職也說提到的兩岸和平共融的事情 你怎麼看 新政府上任 是人民所託戶 最期待的是能夠 地方跟中央大家團結一心 認真為台灣打拼做事情 讓我們國運能夠蒼龍 那面對兩岸和平穩定 我們要拿出實際的行動 創造穩定的創造 能夠繁榮 這是我們人民所期待的 所以敬戶 不要顧負人民的期待 我們希望大家努力 團結在一起 和台灣的一個高峰 是 台灣的一個高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